烦恼是什么 妄想 分辟 自主 只要有这个东西 智慧就被障碍了 虽然你天天读经 天天听经 又没听懂 不要说我们这 这个一堂库两堂库 两年三年 你听不懂 自古以来 有多少人 学了一辈子 学了几十年 都没有懂得 如来真是一 这个话是从前 李老师教导我们的 他为什么没听懂呢 有障碍吗 没放下吗 我放下了 我真的放下了 他自以为放下了 实际上 实际上没放下 所以放下难了 真不容易 我们 我们修佛这么多年 不能说没有收用 有少许收用 少许收用 从哪来的 从放下来的 所以我们能见得起考验 这么多年来 基督障碍 毁谤 无辱 甚至于陷害 我们都还能 经得起考验 这考验是什么 没有一天 怨恨 我常给 诸如报告 跟着我的 这些同学们 都知道 没有怨恨 不但没有怨恨 我还会感恩 韩广章往生之后 我离开台湾 我写了六句话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心平起火 别人问我要什么 有通通通通信 没有意思和留念 也没有难过 跟着我的同学 境界达不到 这个程度 当然还有怨恨 还有埋怨 我用很长的时间 给他们化解 告诉他 这是我们修得的 一个好机会 这是佛菩萨来考验我们 看看这次考验 及不及格 我们移民到新加坡 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 我们又经历一次 严峻的考验 没有怨恨 欢欢喜喜 我们对于这些人 在世间发奖 伤害我们人 一丝好 印恨没有 常常感恩 每一天 我们送经念佛 讲经都给他们回想 我天天都拜 老司 护法 祝福 这些人 给我添加麻烦的人 都是我的护法 我都赶赶 为什么呢 他帮助我 提神了 没有学佛之前 不行 没这个境界 不但有怨恨 有强烈的报复 反复 我们总算从反复 脱离了 提神了一击 还不是真的佛弟子 那我们是什么佛弟子呢 我们是佛弟子的育哭 要以学校来比喻 我们是幼稚园的学生 还没到一年级 为什么呢 到一年级 必须把五种建货 断掉 我只到什么个边缘 我常常讲 自私自利 没有了 我身界看得很淡 但是没有断 看得很淡 自私自利没有了 明文力量没有了 对于无欲旅程享受 没有了 真的能随便了 探诚迟慢 是大幅度的降温 我知道这个程度 虚无常讲 我知道 一年级的门口 没进去 进去呢 那就必须是佛的标准 对立 我这个对立 是很淡朴 不跟人对立 人家给我对立 我不跟他对立 身界 我没破 这是根本 虽然很淡 很淡 很淡 没破 那不对立 做到了 那成绩 讲完 可以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你们要怎么做 就怎么做 我都欢喜 没有意见 横顺众生 在这个里面修什么 把沉浸放下 我想怎么做怎么做 这个念头不好 随身随身大家 没有任何挑剔 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工作里头 在厨师 带人接物 都能做得很顺 人人都是阿弥陀佛 人人都是我的善知识 这是我从华严经 善产童子们学来的 所以才得这一点受用 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 自己有这么一个水平 念念心里头有阿弥陀佛 我常讲 我只有一个愿望 一个目标 其他全部随身同胜 我就是希望这一生当中 能生 西方基督世界 能亲近阿弥陀佛 住在这个世界一天 为阿弥陀佛工作的 为释迦牟尼佛工作的 不是为我自己 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教诲 传播给世界 感谢 感谢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